在巴黎有农家种植一种罕见的果实 叫做瓶婆 这种外形口感都十分特殊的瓶婆 业者发挥了创意 加入了营养的配料 做成佛跳墙 在自家经营的餐厅里面 推出让客人来尝鲜 这种源自于非洲原生种的果树 叫做瓶婆 由于产量少 一般市场上并不多见 不过巴黎这家餐厅业者 继去年研发瓶婆冰沙之后 近年再度发挥创意 推出了瓶婆珍宝佛跳墙 它是有点长得像栗子 那吃起来又有点像地瓜 松松的 然后又有栗子的香味 那一般的人可以采回去的话 可以用煮的 煮盐水 或说用烤的 或用炒的都很香 外形跟栗子很相似的瓶婆 既有栗子的口感 又有地瓜的香气 再加入排骨 鱼皮 海参 鱼翅 芋头 等十种以上的配料 熬煮一个小时 这锅用料丰富的佛跳墙 别处可是吃不到 那我们里面大概的食材的话 就是大部分选比较健康的 比如说像鱼皮胶脂比较多的食材 那这样的话吃起来对我们的皮肤会比较好 而且胺固醇也比较低 那我们希望说这样的一个餐可以广受大家欢迎 平坡珍宝福跳墙口味特殊 现在餐厅有双人套餐 民众可以来尝鲜 天内新闻 新闻就联缅会巴黎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